低卡蘑菇玉米濃湯 那我们一般的玉米濃湯喝起来呢 热量会相对的比较高 那夏天喝这种版本呢 负担也会比较低喔 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泽 有时候我们在控制饮食当中 我们是也很想喝汤 那什么汤大家最爱 玉米濃湯 对 没错 今天就教大家怎么去做 这一个玉米濃湯 然后有低卡无负担 那我的菜名就是 低卡蘑菇玉米濃湯 首先我们先来准备 当然就是它的主角啦 玉米 欢美 因为很难剥耶 很难剥 很难剥 很懒得剥 我教大家怎么剥好不好 有一个小绝窍 就今天先教大家怎么剥 剥玉米 首先呢先把这个玉米叙啊 有没有这个叙叙 你剥好外叶之后 再把玉米叙叙把它剥掉 那接着呢我们就把它折对半 两个都把它折对半 那我们就准备一个工具 就是我们的剪刀 我们就朝着这个中心点呢 把它刺进去 刺进去之后呢 转一圈 是不是就剥开来了 来 我们一样看好就从这个中心点 然后就从中间刺进去 来 转 转一下 它就裂开了 那我们就准备一个碗 我们就开始剥玉米 OK 我们就沿着这个旁边啊 就这样大拇指 就这样轻轻剥 你看就下来了 好简单喔 对不对 当然它要顺着啦 顺着这样剥比较好剥 这样轻而易举就把它剥下来 OK我们的玉米剥好了 就像这样 登登 那其实呢 如果不想剥 你也可以买义牛干头 那接着呢 我们就开始准备一个汤锅 那我们把蘑菇放下去之后 加少许的油 这里的油 你可以用橄榄油 蔬菜油 都可以 那接着呢 我们就是先把蘑菇炒香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蘑菇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香菇做替代 这样稍微变色了之后 我们香气就渐渐的出来 我们就接着把洋葱碎 加进去 洋葱呢 要炒过才会有甜度 甜度香气才会出来哦 那一样 稍微拌炒一下 这洋葱香气出来了之后 我们就接着放 胡椒粉 这里是放粗的胡椒 后续我这里蔬菜料的话 我还有增加一点蔬菜 那我这边是放红萝卜 如果你不喜欢红萝卜 也可以不用放 那你的玉米粒的量就多一点 好 炒香了之后 我们就是把玉米粒放进来 这里就是放生的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用新鲜的玉米粒的话 你就一样 这时候就可以把罐头的玉米粒放进去 那接着我们就是下我们的综合香料 如果你没有综合香料 不用放也没关系哦 加一点是增加一个风味香气 接着就把我们的液态的东西放进来 我今天加的是牛奶 如果你在煮的过程当中 你的水的量不煮的话 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点的开水 加进去 那调它的浓稠度 我们就让它盖上锅盖 焖一下慢慢小火让它煮 OK我们第一卡蘑菇玉米浓汤煮好了 现在看一下是不是觉得很干 我们就是要先煮成这样 刚才还没调味 重点就是在这里 最后我们自己调味就是依照个人的口味再去进行调味 因为毕竟我们待会要用我们的工具去打 那如果你家里没有这个工具的话 你也可以用果汁机 那如果你觉得水少 你再加一点点的开水 也不要加太多因为毕竟你是要煮浓汤哦 我们是煮浓汤不是煮清汤 接着我们就是锅子稍微倾斜 我们就用的工具就慢慢的打碎 OK我们的玉米浓汤完成 就是打成这种稠状 它的浓度呢就是像这样 没有非常的浓 这个是完全都是蔬菜的浓度哦 这个没有加任何一个淀粉 没有加面粉也没有加马铃薯 直接是单纯用蔬菜下去打 那为什么颜色会那么深 因为我们的蘑菇量会比较多 如果你今天玉米量多一点的话 它的颜色就会比较黄了一点 OK那我们来盛盘吧 我们第一卡蘑菇玉米浓汤就是这样完成了 搞得好像是蘑菇浓汤不是玉米浓汤 很像绿豆沙 绿豆沙 真的很像耶绿豆沙 你就是把它享受绿豆沙 好吃耶 它很自然可以吃到你的蔬菜的甜 然后尤其我们的洋葱又大量 所以那个洋葱炒过的香气是有的 然后尾韵你可以吃到 它玉米浓汤的那种感觉 浓稠度是有的 所以其实这一道浓汤 它是非常健康的 很适合你在控制饮食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做做看 OK想要再看我做什么样健身料理呢 就继续追踪我的米泽健身好食在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 拜拜